零零七 OK 我說很清雅 專業搞定 喂? 金融加零零七? 是呀 你有空上我節目做嘉賓嗎? 其實 我是一個演員 對於最近的大使 你自己怎麼看呢? 拜託 你們這些問題不要那麼公式化 短期來說 恆子 你看幾點呢? 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 實在十分刺激 這些問題難倒我 我不是浪得虛名 明白的 除了大使 你對外匯 其權 其子那些熟不熟? 這些只是普通科 太好了 你肯做我們嘉賓 其實我們也有其他嘉賓作陣 不是只有你一個 我們還有其他嘉賓 好像白賴仁 神大師 溫總 還有四叔 六叔 七叔都會上來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你不找我 我無所謂 這是你們的選擇 有此理 鬼 鬼 逢星期一至五 下週十二點至一點 一個震驚十三億人口 全城之正 可而不看 但一定要聽的財經節目 談古論經 主持人哈妹Vivian 遠赴西藏 去到遼寧的邊境 請來退隱多時的007 用另類角度和大家探索金融世界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的談古論經 後面的背景有點錯了 但待會稍後便會轉回 今天很開心 我們繼續邀請到我們的嘉賓 來到我們的節目 逢星期一 我們會邀請一個非常重量級的嘉賓 007來到我們當中 不過其實哈妹Vivian 即是我 自己都邀請了他很多次 才來到我們的節目 因為他經常都有任務在身 其實他也不是大家想的 可能覺得那個人就是那個人 但原來我們其實是會有不同的嘉賓來到我們當中 包括很多不同的投資的高手 都會有機會來到我們的節目 他也不是我說的行常嘉賓 如果大家有興趣 即是想上來分享一下你們的投資心得 都可以私下跟我說 我就會安排一下 大家一起上來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投資的看法 以及可以教人創富 今天很開心 繼續有007第二次來到我們的節目 先跟大家打招呼 007隔著電腦跟我們聊天 先跟我們說個Hi 嘩 很危險 阿妹 為甚麼很危險 因為如果我想來 講一些普通科的問題 你就不會叫我上來 噢 是的 因為其實對上兩個星期 如果大家有留意 007上來之後 其實很多嘉賓都即直問我為誰來的 那個007 我就不可以回答 因為關於一個身份的問題 都是不太方便透露 不過他很堅決為大家帶來一些準的晚料 大家就可以歡迎一齊來看看 來到我們4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跟007先說一下大市 長假期明天就正式開始 5月1日勞動節 今天港股都高開高走 高開293點之後 要升月有 半日就升了458點 在30738點 成交比之前少了少少的 就是496億多 不過都算保持到 早上早上市況也不錯 那些人經常說 明天開始就是5月 有句說話就是 五窮六絕七翻身 究竟2018年會不會繼續應驗呢 先來問一問 007怎樣看呢 你真是問普通科問題 沒辦法 這些普通到不普通的問題 但我不想說這些 我首先要多謝了你們那個 控制室的位哥仔先 因為我已經跟他講了 我以後不會再上來了 因為我很危險 因為我講些話 到時 我剛剛聽到而已 或者爆了一些大禍 有人上來臨油 那我來不理你都危險 所以我以後都不會上來 那會怎樣做呢 那他想到了 他說不如電話 那但是電話 我的聲音我都怕被人認到 因為我又不想被家人知道 我身份是臥底來的 你知道我有很多任務在身 明白 是啊 我家人都不知道我想來 朋友更加不想讓他知道 如果我戶口有8個0 9個0到處說呢 所以你們不需要追查我身份 電話我都不會給阿欽妹 他只不過是用網上跟我聯絡 他會見過我 但是控制室的人 我都不會讓他見的 所以現在他用這個系統 可以保密到我的身份 我就儘管來講多兩句 阿知 你剛才描述你剛才的普通風問題 好啊 五窮六絕七關山 這些是用來握小朋友的 我們先看看圖 先不要說那麼多 這個就是恆生指數的圖 我出來了 現在那些人就說可能 五月那個市都比較波動 你自己又怎樣看 我剛才說 這個是普通風問題 那為什麼這些人會說 五月六月會差一些 那其實是等於年初四而已 年初四的樣子 沒錯 錢又洗完 意思就是業績又公佈了 要刺激股價的優數 又出來了 但是代表市就不做事 其實很多基金都趁這個市貨 就重整這個組合 所以你看到早一段時間 有很多股份都是被人洗的 其實很明顯的 但是你千萬不要不相信 其實科技股 很大部分的基金 其實它不會輸掉它 因為做基金不可以清倉 你只要把比例減持 減持 那就增持什麼股票 今天就很明顯告訴你 基金做事 那就買回一些金融的相關股票 那我都不用介紹了 中銀香港 恆生銀行 匯豐 東亞 這集全部都是基金一路 就是這樣買 那買完是否代表它一路會繼續升 那就未必一路會繼續升 但是它也要掃了一堆貨 首先 它之前的比例呢 可能是少的 或者不夠的 那有些基金要追回一些貨 那它們買完之後呢 可能那本收一收 那價錢就會回回 那我想 我在網上 或者有看很多 就是你們網上的平台 哈哈哈 多謝你支持 那些小朋友呢 通常呢 都是喜歡買騰訊 或者一些科幻股票多的 科幻股票 這些比較踏實 因為銀行這些其實就是給我踏實 那還有升幅 不會說有幾十個百分之一 那今天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有四個百分之一的升幅 好像中銀香港那些 已經是很強 那所以我就提醒大家 如果沒有金融股 或者沒有銀行股 在手的朋友呢 那今天 如果你真的忍不住 想追的 那你可買一點點 那但是呢 我覺得呢 今天升月 破了頂 我想最多都是一兩支羊竹 都會回的 那就是現在 那些基金都是跟回市場的狀況 去做一個換馬的動作而已 所以不需要太緊張 因為什麼五窮 六月 一翻身 我覺得 這個只不過是 你們用來給別人去解釋 這個市況而已 嗯 沒錯 其實看過去那十年 我自己都看新聞了 就說起 十年裏面 有七年都是下跌的 不過呢 下跌的幅度也不是特別大 大家不用太擔心的 五月來說 其實總體來說 那個百分比 只不過是跌了3%左右而已 大家就不用過分擔心了 不過明天呢 也是長假期的開始 那些人就擔心其實 北水就會流出 好像之前他們不斷沽貨 好像700 現在都是弱勢的 不過今天有少少反彈 去回392元的位置 上個星期五 也都公佈了一些科技股的業績 好像過多兩天 又有蘋果公佈業績 不過科技股 是否現在暫時都不移尖手呢 像2007上次都有上來講的了 好像今天比亞迪電子 這些都是有少少回吐的跡象的 喂 是 聽到嗎 聽到 嗯 科技股不再重複了 我個人來說都是減遲 那如果有課很多 一定是趁他這次反彈 就減遲了 我想都不需要再重複了 好 這個我不會很反覆的 如果今天說叫你增遲 明天就叫你減遲 哈哈哈哈 那有些 可能靠這行找飯吃 那些就會 今天加 明天減 後天加 明天減 是啊 我就很想告訴你 科技股 我今年都是談過逢高姑 是啊 如果沒有課 可能一個靚位 我會做紅鴨 或者是做一些潑 但是我手上 都會猜應該是零 嗯 零 好 因為有些朋友都說 其實比喻 現在的人通常就是 出去看 出去看 出街的時候 你見到天下雨 你都會擔傘 都會馬上轉口風 可能本身昨天是好天 今天是陰天 你都會帶一把傘 出去 我覺得 現在可能有些人 經常轉口風 都是無可避免的 即市況 都現在轉得很快 先說 其實 昨天都有些新聞 即外圍方面 就是這個 南北韓的元首會議 就已經落幕了 大家都分享了很多 金仔 和南韓的元首 有些很靠近的相片 那些人就希望這個 真是世界和平 不過好像 真的沒有得和平 因為看見那個 中美貿易戰 都是沒完沒了 接下來都可能 又會加這個 旅的關稅 向俄羅斯方面 其實現在的情況 是否仍然這麼壞呢 現在5月 其實是否仍然 需要擔心這個 貿易戰呢 2007 又是普通科 普通也不是普通的普通科 其實上 兩星期之前 我上我們節目 那天 我女兒急跌 是 我也說了 我罵了 我有做買賣 不只是在這裏 跟你說 其實我今天上來 又不見錢 有個市場升四五百多 我應該在那裏掃貨 是 看看她的圖 看看俄女的圖 是 現在升了一些 那你說回兩個星期 你去指一指 兩個星期是多少錢 兩個星期前 是 兩星期前 就 我平均的買入價是一個半的 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那當日我是有買入 那跟著就很幸運了 那隔了幾天 那美國就說 宣布 將她的制裁延遲到十月的 那馬上彈上兩元 那兩元這個位呢 我有減辭的 那現在在兩元 兩元七仙 兩元七仙 是啊 我知 她現在 在兩元至兩元二 至兩元三之間 其實是在反覆的 是 那其實很老實說 這隻股票 出錢糧 那我現在贏了 當然是封鬆跟大家說 那多天我都不敢大聲說 叫大家去買 是啊 沒錯啊 因為一些人可能 你知道啦 有一陣子又說你 又不早點說 一人如果輸了又說你 我想首先哈記你要很清楚我的身份 我的身份 不是上來你的節目 賺錢 我是炒股票賺錢 你大家都誤會了我的身份 我不同 有些財經人士 或者有些網台節目的主持人 是靠 吹捧股票啊 手頭上拿走些垃圾 我都推給你 或者跟 很大膽啊 007港那些 也跟 可能跟上市公司 或者幕後的莊家 有配合 在散消息 嗯 我女兒我不認識他 我問我又不認識 俄羅斯我都未去過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個股票 就通過你去買些垃圾股 例如上個星期 我都不記得 我叫什麼 1536 1536 是啊 殺到你那幫散戶 還做月珠仔 育華集團 我不知是什麼名字 看了我都傻 講我那麼傻 你看看 那張圖 多漂亮 哈哈 哈哈 是 如果有買了這個股票的人 真的要很小心 嗯 我不覺得 這個股票 會翻身 是 為什麼呢 就算現在 我中間在聽這個節目 我都跟他說 行善積德 不要害人 尤其是幫他唱那些人 更加是 唉 都不懂得說 人之中我拿走了 哈哈 其實這些 這些新股 在20 我也有看一看他 因為我上來罵他 然後他還說公婆 嗯 2017年上市 2018年一到期又說賣本 那其實我自己個人看 整個都是一個局 哄你們的小省戶 下注 首先我自己的分析 可能我不敢說這隻股票 其實很多股票 幕後上市之前 都是有一班人去負責幫他上市 沒錯沒錯 一定要有些擔保人的 我不是說擔保人 嗯 我會說這些 我們叫莊家 是 或者是炒鬼 那有些公司 我幫你上市 那你的股票就給我 那些錢就我負責得了 嗯 那很多隻 那我都不要說號碼 我希望大家 真的不要再做水語 因為現在呢 你要認清楚牌子 認清楚主持人 我可以肯定告訴你 為什麼我會上來 啊 慳妹這個節目 我肯定他沒有收錢 除了出錢 唉 因為如果你說收錢 不要跟別人說話 當然是那些 就是莊家 叫他們說的話 嗯嗯嗯 是啊 那我都問過 我也問過Vivian 為什麼你不去TVB 為什麼不去ATV 那她又說 TVB啊 ATV啊 那她說不可以控制 自由 又不做到其他事情 是的 那 因為她的學歷 還有她畢業 都是 好像是全理系 是啊 是啊 那你也是專才 那現在挖在這個網台 唉 找了少少人工 我也不知道你搞什麼 但是她說自由 唉 那我儘管幫一下這些小女孩 是啊 那其實我聽人說 1536 這隻旭華集團 其實那個新主 那個背景都挺猛料的 那其實之後 其實我看到其實 上個星期有些人推完之後 都馬上沽了貨 還說自己 都是身受其害的 那除了這隻1536 是不是有些股票都不而占手呢 007 是否要跟大家說一說呢 我又不想說個別股票 是 我只是想說 希望 就是 常常看這些財經節目的朋友仔 或者大朋友都好 其實你認招牌 其實炒肥波我也很討厭的 哈哈哈哈 如果收錢幫人做事 那些我也很討厭的 哈哈哈哈 我為何和老闆交代 那你贊助節目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贊助節目 又要你怎樣說 那些你當然不要聽我說 嗯嗯嗯 那譬如你說 沒有廣告當然沒有問題 是的 歡迎大家繼續下廣告 在我們MIHK.TV 那我不會說個別的股票 衰也不衰 只不過是1536 做了一個太賤的情報 太賤了 OK 好 他有電話進去 哈哈哈哈 哈哈 那我們繼續看看 有些觀眾都問問題 問一隻8470 今天也是跟著市星的 這隻型藍集團 上個星期我們也有說過這隻8470 我想這位朋友應該也有持有8470 不過現在的圖這樣看 就是先問一下007先 今天雖然是升一乘二 但是他長期來說 這隻股票可以看多少目標價 喂 喂喂 哈哈 好 那不要緊 可能線路繁忙有些問題 那我們再說一下其他消息 今天其實都是一些中資金融股 都是帶起大市 尤其是建設銀行 有幫保險 這些都是帶動大市 騰訊也是去之前390多元的高位 今天頭的十大成交活躍的港股 都是騰訊 升3.6的392元 接下來還有匯控 星期五都會公佈業績 升1.1在78.5 去到一個月的高位 今天有幫也升到1.2.5 70元2.5的位置 聽到嗎 喂 是 007回來了 是 喂 上天也不想我說這隻847 還說這些股票繼續害人 有些聲音 有些沙沙的聲音 可能聽得不太清楚 8470 怎樣看呢 8470 為何害人 為何這樣說 不用看 還看來做甚麼 好 好 希望已經回答到家庭觀眾的疑難 另外 其實今天也有些事情想和我 007聊一下 就是這個港元策息 銀行加存息的一個消息 看看今天來講 銀行的同業策息 我們看看圖 一個月來講 已經去到1.30643的位置 雖然都未是最高的紀錄 但是那個策息現在都是比較偏高 人們經常都說 策息如果越高的話 代表著加息的機會都越高 有沒有這樣的看法呢 007 其實今年 我上次也說了 是會加息的 是 但是 因為銀行同業法息 要加 即是升了下來 銀行就要加息 首先我要問一下 蝦妹 是 你有沒有借錢 我又沒有 我想很多 年輕的觀眾或定眾都沒有借錢 是的 我想有樓的人士 多數有借錢 是的 都要做案揭 其實現在的案揭那個 做法跟以前不同 以前一般是用Py的 Py是什麼呢 Py是優惠利率 Py 是的 現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優惠利率是什麼 其實優惠利率就是一個借錢的指標 是的 但是現在近一點 我想都差不多接近5至10年了 已經說了用這個Hyper Hyper 就是剛才你現在這個同業策息 是的 那一般同業策息 就用一個月的 就是同業策息 加某一個點子 而一般來說 由1.24至1.35都有 1.24至1.35 嗯 由一個月同業策息加上 我們商家就知道 你借錢要付的利息是多少 那如果同業策息這個月是1.3 那你加上你要付的 譬如我簡單一點 1.3你也是要加1.3的 那就是2.6 是 那你今個月可能那張單記 你就要供2.6%的利息是要付的 是 那但是呢 一般的案件條款裏面都有cap 就是有上下 譬如Pi-3.1 或者Pi-2.7 那為什麼銀行 主導要加息的銀行呢 都是幾間的 中銀香港 滅峰銀行 今天這些全部都去高位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因為這些大銀行 全部的分佈 和人口 就是人的戶口比較多 那他們集的資金比較容易 那跟小銀行不同 很簡單 我想 我猜慳會你放在銀行 也未必有做定期 沒有啊 應該都是那些活存來的 這些 如果活存是用0.001 嗯 就給你了 即是根本免費 去給銀行做生意 那銀行 怎麼會專門加個 存款利率給你呢 因為如果一加息 就存款利率 和貸款利率都要加的 那當然有時候會 我們看看恆生那張圖 我有恆生戶口 好繼續說 那好像很簡單 如果譬如 存款利率 加0.25 嗯 那那個按揭利率又加回0.25 或者有時候 銀行都會有個息差 有上落的 那但是 一般來說呢 都是同步的 但不會說 貸款利率加 我們存款利率不加 那但是 現在我按揭 那個組合呢 改了 用這個hyper 那銀行就很開心了 你借我錢 你又給多些 但是我 存款都沒有加給你 那所以 其實那麽地裏 銀行的息差 是多了很多 有私障銀行 那小銀行就吃虧了 那所以 坊間有很多 小的銀行呢 就去吸存款 那我會給比較高一些的利息 例如 富哥 或者其他 公銀亞洲 那我都不可以開名 昇展銀行 聽說昇展銀行 和南洋銀行 都是比較好些的 如果放些錢在那裏 那個息子 是不是比較好 因為全部的基礎 比較小 那 那它 如果大家都放在銀行 那我當然要放一間大的 那如果你要放在小銀行 可能因為利息高 或者 有其他的服務給你 那 那 所以小銀行 它就要想辦法去吸一些存款 那所以 那大銀行有利 就是現在這個情況 沒有了 那同業差息 那拿錢 那個就贏了 那還有借錢 出去多的銀行 就贏了 那所以 那些大銀行 是著數的 那 你說會不會加息 始終都要加 那但是 大銀行差主義 我想 這個月 除非美國又突然又加 那 那我想 現在 那些大銀行都落於 現在繼續這個情況 同業差息上 但是它的傳統利息 不需要加給你 那其實它收多你 25點子 或者30點子 真的很肥 所以 增4% 都不算多了 如果它持續 那就玩下去 所以大家 趁如果未有課 趁它回 你就考慮 進去 好 那我們先回直播室 這裏先 看到其實6月的加息機會 人們就有些文章 就說香港加息機會 就會高 接下來這兩天 亦都會有一個議息的結果 就是美國聯儲局 再會議息 今次就說加息的機率 只有三乘四 應該都不是很高 大家都可以預期 可能稍後才會再加息 看回其實 其實香港這麼多年來 只有四次加息 可能學007所說 今年都可能有機會 都會有一個加息的情況 不過至於什麼時候 暫時就未知過確實日期 另外 看看周邊的新聞 有四隻IPO 今天都會上市 其中一隻 我們上個星期都有說過 就是咖啡股 哲榮 2119 我不知道值不值得抽 不過這隻股票 都是一些老字號 接下來除了搞咖啡 凍飲之外 還會搞凍肉類的生意 有些預製食品的市場 可能接下來都可以憧憬一下 佔他們的業務盈利 差不多是兩成 問一問 007 自己對今天有四隻IPO 分別是剛剛說的 哲榮 另外還有 有自訪國際控股 做一些紡織 黃納 做一些工商和專業服務 另外還有一隻印刷公司 你自己怎樣看呢 即是四隻 接下來新股的發展又是怎樣呢 就是問新股 是的 你當然是問白賴人 白賴人 星期五會上來的 我們都可以繼續說 那你問我新股 我都是好像上次這樣回答你 其實新股我沒有看的 是 這個市貨我都是買一些優質股 有盈利去支援股票 因為新股你初初上市 換素還不漂亮就上不到市 做得漂亮 當然是經過很多的化妝術 那你說純粹短炒 那你當然是選一些有名的 像永咖啡這些 起碼大家都認識 那你輸也有咖啡飲 其他人你純粹說業務 你仿織業 除非你就是 就是 做得很大 零啊 如果現在上市那些都是 就是我不敢評論 那我自己如果剛才聽完 你說四隻 那我都是喝咖啡算了 少住 好少住 好 接著看完 其實大家都由上星期說到現在 就是香港交易所 宣佈有個同股不同權 今天正式登場 今天接受一些新公司的申請 其實連他的行政總裁李兆佳 其實都會有一個擔心在那裡 就是去問 其實他自己都未知 即是怎樣可以界定為一些 新經濟的公司 又或者怎樣界定一些 是沒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 其實怎樣 即是 接下來會不會說 有些問題會發生 因為其實除了香港之外 我知道接下來新加坡 都會搞同股不同權 現在那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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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能期待著他 他未來上市 那麼 007 怎麼看呢 即是會不會有些新的 新興的經濟 未來我們香港 未來又可以帶到一個新的 衝勁給港股呢 銅股不同權 這個其實就是 因為阿里巴巴上次上不到市 失敗 即是 港交所才推行這個 銅股不同權權 我覺得 對港交所有利 這個消息 對港交所有利 是的 今天都升的 因為為什麼呢 多了這些奇幻公司 可以上市 好 看圖 港交所圖 OK 嗯 奇幻公司 為什麼奇幻公司呢 現在跟股不同權 你就算是 即是 即是上市買了很多他的股票 你都不可以叫他怎樣做 那只不過是可以 即是 賺到他的利潤的分額 和股價的升幅 那控制權呢 都在那個管理裡面 即是現在是始創人 譬如小米 那你都是雷軍 拿主義 你們都不能說 但是 但是這個有利有弊 如果管理層質 很強的 那他帶領到公司成長 那他拿主義 我做老闆 沒問題 但是他一 一不行的時候 你想悶呢 就麻煩了 是啊 嗯 我很欺負說 雷軍都會老 雷軍都有機會有事 那誰去 繼續管理這間公司呢 所以 所以 嗯 投資這些公司 要很小心 嗯 要很理解他的管理層 那個做事的方向 那你到時買進去 可能那個增長會很快 嗯 那我都沒有留意這些公司 但是要做一些功課 就不可以說 邊邊講 哪一隻買得 哪一隻不買得 但是 首先對港交所一定是利好的 我想 會爭先去香港上市 新加坡那些拿來搞 喂 喂 喂 哈哈 好了 可能是訊號的問題 那我們說一下 港交所暫時是升了5.2 在257.6的位置 剛才007最後一句 他就說 看港交所是率先利好的 因爲首先 有這個同股不同權的消息傳出 不過 小米仍然是擔心的 因爲可能雷軍 如果假設他最top的管理層 出現問題 哪一個去做下一個的接手人 等等的問題 都很多事情 就 未處理得到 建議大家 可以先看一看 看清楚 做完功課之後 先去研究一隻股票 值不值得買的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回到直播室這邊 先 我們跟觀眾說聲 拜拜之前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些關注 以及留言給我們 繼續 我們007都會有上來的時候 繼續回答大家的問題 可能今天聲音的問題 有些 處理得不好 希望下次多多改善 我們接著來 我們有地產的投資工房 大家密切留意 好 麻煩你上去溫總 我溫總 好 溫總要來 我來找你 我來找你 見到你做得太好了 我們接下來有個節目需要嘉賓 已經入屬6萬人訂閱了 有什麼嘉賓先? 我不是什麼節目都會接的 已經有四叔了 六叔和七叔了 四叔 即是財經界人人都認識那個? 四叔是喊現茶餐廳的四叔 他說下次會送多些珍醬茶給我們喝的 其實我很忙的 只是網台每個地方都不過 又要出電台電視台 又要寫報告 又要寫稿 就這樣吧 見你和朋友一場 間中逛逛逛也好 啊 慢著啊 慢著啊 下回Fibian 其實是我的居馬費 逢星期一至五 下週12點至1點 一個震驚十三億人口 全城之正 可不看 但一定要聽的財經節目 談古論經 也請問你 答案 如果有一次 我會知道 我會記得 你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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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知道 你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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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心意 感谢观看